腰椎盘突出或骨质增生真的会引致腰疼吗 我腰疼一跃不见轻 做了CT才知道有腰间盘突出加骨质增生 但显示都是轻微的 可我做了针疗按推 也和姜汤热敷每天推姜泥 但还是不见好转 请教我该怎样调理能好起来 纽约团队回复 腰椎盘突出或骨质增生是属于异常形态 是老化现象 它们与症状没有因果关系 不可能引致腰疼 请到原始点官方网站 看关于衰老与疾病的讲座视频 任何症状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疼痛属于症的不识感 多数踏出体伤所致 腰疼应该先按推后面相对应的下背部原始痛点 然后温肤体伤位置 如果没有立刻改善 就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按推 然后温肤患处 可于体伤位置 用电热器如远红外线灯持续照射 等皮肤温暖 再将姜粉泥大拧紧 均匀涂抹至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两到三遍 其次 腹以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后 可用保鲜膜包裹 若有汗 可在保鲜膜内附加厨房用纸巾 湿了要换 你腰疼一个月没有减轻 肯定是按推手法出了问题 手法要精准到位 请学好按推手法 手法教学影片 可在原始点官网学习 好 我有一点补充 第一个回答得很好 但是回答的有一点就是 我看这个患者也不是重病 但他把就是纽约 把重病的处理方法都搬出来讲 那当然也很好 就是以后你腰疼 腰疼 然后如果体力虚弱 热能也严重不足 这个可以照这样做 那如果只是轻微的 虽然已经一个月了 那 其实我认为好像还不需要用重病 这一套方法 比如我认为 当然答案都在纽约团队里面 都已经答复 没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 这里他做 针刺 还有按推也喝姜汤 而不会好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刚刚讲 碰多属踏处体伤所致 你不要再管患处体伤的问题 因为多属就是 你只要找到大开关 一定能解决 而不在于针刺 按推 它只是一个形式 我说 开关你用木棒去按 也有效 你用手肘去按 也有效 你用针去刺 也有效 但重点 位置 而不是在于 你拿的是什么工具 所以 我认为 这里出大问题 就是没有把 大开关找出来 按推有问题 其他的我认为参考就可以 那按推找出来 按推按了 以你这样问法 腰疼 依我的经验是按推完 立刻就会改善 基本 属于患处体伤的不多界 而且患处体伤大部分都是急性多 比如说一下子闪到 然后你怎么按都没有效 那如果拖了一个月 还没有好 一般 依我的经验 更可以确定 这个是 差处体伤所知 记得 如果是疼痛 又属于慢性的 那几乎都是 他处体伤 那如果是患处体伤 一般多数急性 也就是在临床上 所以我从你的症状 才一个多月 那又没有好 如果是急性 那急性期也过了 那应该就是手法的问题 所以也不在于喝姜汤 温敷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大开关 没有找出来 我补充到这里 但是纽约团队 已经把里面的讲法 所有书的讲法都写下来 我只是把这个问题 凸显出来 这个一看就知道 他处体伤 不用写那么多 就是直接大开关 没有找出来 才产生的这些问题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吧